从特朗普当选后 包括资深外交官 资深学者 资深立委 全世界都想找答案 齐民党20号找来一位1988年出生 华裔第三代的女企业家 郑宇婷分析特朗普 郑宇婷录取建桥大学国际关系 曾经在联合国谈判工作小组工作过 最后在台湾创业训练企业主管到国外行销产品 早在一年前她就成功预测 英国将脱欧 特朗普会当选 让拥有超过20年选战操盘经验的亲民党 文宣部副主任吴婷彧也不得不佩服 后来验证了以后 我们就认为说这是神人等级 不是学者专家 但是在这种时代里面 可能学者专家传统书本上的观点 慢慢的都会趋于没有用 那么斩钉截铁的会做这个判断的过程中间 我们就可以去更深入的了解说 哪些变数是从前我们从来没有掌握住的 郑宇婷常年经营在国际关系里 她从企业家角度来看特朗普 她认为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战中 人格特质是特朗普能出现的重要原因 至于特朗普在就职前接了台湾总统电话 又拿一中政策做文章 郑宇婷认为美中之间不至于撕破脸 但是特朗普和奥巴马的退缩肯定大不同 我大胆的假设 我认为中国跟美国关系 在他的 within his presidency 还是会有个圆满的解决方式 他只是嘴巴上比较狂妄 但是这个圆满是不是跟奥巴马的理念是一致 让步让步让步 而美国畏缩掉 郑宇婷分析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而言 一中是不能交易也不能讨价还价 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共政权的核心利益 不管我是中国的国家领导 不管我要不要他 不管我个人立场是什么 可是我要对民众交代 台湾在我的 under my presidency 他一定不会是独立的国家 我们也不承认 从新创企业家角度来看 成功男性企业家很自恋 特朗普已保护自己人自居 当国际警察不是他首要目标 美国利益才是他在意的 台湾千万不要误判情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